好這段視頻是要跟大家講使用這個windows記事本 創建那個.txt文字檔 然後專門用來記錄這個帳號密碼 那這個圖文教學頁面 這個網址貼在這個 註解這邊 YouTube註解這邊點一下就到這個網址 因為有一些連結圖片還有一些文字說明可以參考 好 然後這個密碼每個站 每個站都要不同 不然很容易被盜號 後續的處理是十分的麻煩 那這個 帳號密碼就不需要用到這個Word之類的文書處理 那個點起來那個要開那個文書處理 那個軟體很龐大 那就不需要 那使用這個windows內建記事本就可以了 那個 十分的方便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瀏覽器 Colong瀏覽器或是Firefox 這個我現在用的這個 Colong瀏覽器或是Firefox 他都有記錄這個帳號密碼的功能 但是 我這邊的建議是說 你最好是另外 備份一份 然後將 某某網站 某某網站的帳號密碼 放到USB隨身碟 比較保險 譬如說這個 這個 自己整理的 就是說P2P資源網這個 裡面的論壇 這些嘛 這麼多 一頭拉股 一頭拉股 那你 這一些 的論壇 你註冊後 的帳號密碼就要用 除了那個 瀏覽器啊 瀏覽器 紀錄之外 你還要自己弄一份 避免是 譬如說瀏覽器他的資料被清空了 那你就要 重新輸入嘛 重新輸入的話你就要找 因為使用這個 我後面會講使用那個 密碼產生器 它那個是亂數 那個沒有辦法用人的 那個記憶記錄 那個就只能說你 譬如說那個某某網站的那個資料被清空 那你就是要打開這個 文字檔 把它打開 這樣子 打開再 查一下那個 帳號跟密碼 這樣子 就這些 好 那這操作步驟是很簡單的 這樣子 我們在這個桌面 任意地方都可以 就是那個檔案總管裡面也可以 檔案總管裡面也可以 滑鼠右鍵 新增 好這個 文字文件 等一下 然後就創造出來了 創造出來了 更名為 網站之帳號密碼 像是方便 記憶嘛 你每個站 譬如說你每個站都使用後面 12345 這樣我就不知道這個文件是什麼 所以說我要把它更名一下 這樣子 譬如說這個站好了 我拿這個站 複製一下 滑鼠右鍵 我這邊有寫 我這邊有寫 在這上面滑鼠右鍵 滑鼠右鍵 重新命名 然後再貼上 然後再補一個 字 帳號密碼 帳號密碼 都可以啊 因為我這邊弄過了 相同名稱不行 我先刪掉 因為我這邊弄過了 我先刪掉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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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 密碼 OK 好 帳號密碼 然後接下來 開啟這個 這個 TED 這個 TXT 文字檔 好這個 然後在 這個上面 你直接點可以 但是有的時候你那個 你是使用別的那個 編輯器啊 譬如說 諾貝++ 或者是你使用那個 Windows還有另外一個那個配啊 如果你還有另外一個可以那個可以開的 那個Word配什麼的 那個不太方便啊 我們直接使用那個計事本開 計事本開就好 因為你使用那個Word配 那個介面操作介面不太習慣 我們使用這個 滑鼠右鍵這個編輯就好 在這上面滑鼠右鍵編輯 然後這樣子出來了 出來 然後 密碼可以配合這個 我這邊有個網站 點一下就到這個 密碼隨機 那個 隨機密碼產生器這個 這邊就有這個 然後這邊可以換 這邊可以 你假設 要加上那個這些符號 這個東西是這樣子的 有的網站 他允許特殊符號 有的網站他的密碼的部分 他允許特殊符號 那你就可以添加一下 這個地方打勾 這個地方打勾把它加進來 有沒有 那有的網站不行 有的網站的密碼的部分 他不接受特殊符號 那沒有辦法就不要打勾 這樣子 當然 有的網站他接受的話 那你就用 就打勾這個地方 這樣子 那第一個我們要記錄的是網址 帳號跟密碼 網址 這樣子 你可以空開一點沒關係 這樣會比較好 做區分這樣子 然後注意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個星號 只要出現星號就代表未儲存的意思 這邊有個小小的星號 要注意 其實這個星號應該是要標在後面 就是讓大家知道這個檔案還沒儲存 是這樣子 那沒有關係我們知道就好 因為有其他的軟體 也是用這個星號就代表未儲存的意思 那我們把那個網址 那個網址 那個網址把它控一個貼上 然後你的帳號是譬如說是 TEST 反正就是輸入你喜歡的那個帳號 我這邊只是打個比方 用TEST 這樣子 Leave fly 9 然後TEST 這樣子 帳號 然後 密碼 那 這邊我寫 密碼每個戰鬥要不同 不然很容易被倒號 後續的處理十分麻煩 最低至少要12位 12位 那這個東西是這樣子的 因為有的網站有沒有 他只支援到 有的網站他比較好 他可以支援到21位 這是因為我們在輸入那個論壇 這邊打個比方 這個論壇 我把它 剪下來 這樣我會比較好講 這個每個戰他不太一樣 他的那個能輸入的位數 註冊這裡 這個地方 他有的 有的可以支援到21或者是25位 是這樣子 這樣子 原則上12位 那個 幾乎每個戰鬥的支援 都可以支援到12位數 這樣子 那原則上我們現在 我現在個人的建議是 至少15位數 盡量15位數 那有的網站好像到18位數 或者是20位數 這樣子 這個是根據那個 網站 他能支援的長度 你要注意一下他每個網站他有支援的長度不一樣 是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就是註冊的那個部分 你可以使用Copy的方式 這樣子 Copy上來 然後這個是密碼產生器的 就是這個網址 15位 複製 先貼過來這裡 好這樣子 然後 這個地方 貼上 有沒有他打勾 15位就蠻長的 這樣子 那有的可以支援到比較多 那我個人建議現在密碼大概至少要15位 這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15位左右 是比較安全 好那18位的話是更安全 就點這邊複製 或是直接反南 滑鼠左鍵壓住反南 然後右鍵複製 這樣子也可以 好那這個是18位 這樣子 好那我現在建議是 你最好是15位 這樣子 這是根據 這是多少位數是根據那個論壇 或者是遊戲網站 或者是等等的 他能支援的最長的長度 是這樣子 不是隨便你 所以不是隨便你call那麼長 那不是的 那我這邊建議是15 或者是18位 當然你長度越長的話是越安全 是這樣子 15或18位 那我這段的教學是 推薦大家 至少15位 至少15位 這樣子 好 好 那好了之後 儲存 這裡 檔案這裡 儲存 有沒有這個邊的信號就不見了 就代表儲存了 這樣子 好OK 那關閉 然後 這個地方因為這是密碼的部分 我就用圖片解說了 我就不開了 是這樣子 那 顯示 副檔名 跟 顯示切清單 參考一下這一篇 參考一下裡面的教學 我有講 好就是這裡 清單 副檔名 這裡 那這個 隱藏的要弄掉 好這裡 參考裡面我有教學 好這樣子 然後在這上面有沒有 有沒有 你自己在那個 好在那個USB 好有沒有這是USB 你建一個那個帳號密碼 的目錄 好建一個目錄 然後將 這個 你剛建的這個有沒有 剪下來 把它移動到那個USB隨身碟的那個這個目錄裡面 好因為這個是屬於那個帳號密碼的部分 所以說是那個是沒辦法公開的 然後你就是把它貼到這個目錄 然後把它貼上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排序 因為譬如說你有一兩個擺個站之後 那個檔案很多嘛 那建議的話是排序 就是 將 滑鼠右鍵這裡 在這上面有沒有 滑鼠右鍵 你的排序方式 改成修改日期 好吧 再點一次 或者是這邊遞增遞減有沒有 它會自動換算 好 這個意思是把最新的有沒有 最近修改的把它放在最後面 排序方式把它切一下 最新的資料放在最後面比較好檢視 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範例 範例圖片 好了之後就是 這一個 我弄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我就放在最後面 那個 這是我剛建的那一個 就是這個資料 我把它剪下來貼 貼到那個USB隨身碟上 那它就會在最後面 最新的 是這樣子 好 那這段的視頻就 這個教學就到這裡 大家也可以點一下這個 那個訂閱按鈕 如果要那個 DNA 至今小的贊助 用這個連結 好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此段視頻